小东西 我有钱有盐 吹我的人可以围成赌场一圈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把我当空气啊 居然喜欢一条臭鱼 第六百三十一集 南巡听不懂他的话 但能感受到他的情绪 知道他此刻需要安抚 所以他一动不动的任他抱着 偶尔还抬起手摸摸他的头 这样一脸懵懂得占大boss便宜 真的好吗 不就是摸个头吗 这算哪门子占便宜啊 我要是真占起便宜来 连我自己都害怕 你他妈真的占一个让爷瞅瞅 大boss那赌鬼他爸呢 赌博欠了一屁股债没法还 后来被盗上的某个混混头领 直接几刀砍死了 哎呀 死的可真随便 哎 那大boss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以及其他亲人呢 都死了 病死的 气死的 老死的都有 至于一些占亲戴故的远方亲戚 那就可拉倒吧 没几个好人 不然当初他老子破产了 这些人也不会袖手旁观呢 所以大boss是个很缺乏亲情的人 原世界里大boss两年后会去孤儿院收养个孩子做伴 只可惜呢 这小孩长大后成了一个白眼狼 为什么不找女人伤一个 不知道啊 或许是他妈死得太震撼了 他对女人应不起来 小八 你真是越来越污了 若是刚开始 南旋还信小八这话 可现在嘛 南旋觉得 自从小八发现了某方面的快捷之后 每次给他找的大boss 都是那方面战斗力 相当厉害的 小八 哎呦一声 哎呦 我只是嘴巴上屋一屋 哪比得上你和每个世界的大boss屋啊 你们可是用身体在屋 那画面 哎呦 南旋 呵呵一声 梁搜搜问了一句 你看到了 哇 也是那种没有节操的神兽吗 每次也屏蔽五十之前 大boss看你的目光 哎呀 都跟看一块大肥肉一样 也自然就想到之后的战况有多激烈咯 你还小 不要看太多不健康的东西 影响你发育 魏昌抱着人鱼舍不得松手 他很喜欢这只乖乖让他抱着的人鱼 他觉得真单纯呢 他的世界肯定是一张白纸 他想做那个在上面涂鸦的人 而且这张干净的白纸只能由他一人涂抹 过了许久 怀里的人鱼突然一动不动了 魏昌松开手看他 却发现他可爱的小人鱼已经睡着了 魏昌眼里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小心翼翼地将人鱼放回了浴缸里 他就这般盯着小人鱼一直到天亮 魏昌没有丝毫疲惫之感 反而越来越精神了 以前在这种密闭的环境中 当一切暗下来 他的耳边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声音 他知道自己有点精神病 他找人看过也吃过药 但都没用 可是现在当这只可爱的小人鱼就躺在他眼前 他看着他甜美的睡颜 周围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耳边什么杂音都没了 魏昌落在小人鱼身上的目光十分灼热 他很想用自己的大掌抚摸他的鱼身 狠狠地抚摸 他不知道他的病到底是好了 还是更严重了 突然间客厅响起了手机单调的铃声 魏昌赶忙冲过去 取了手机又飞快冲回来 那架势竟是舍不得让人鱼离开自己眼皮哪怕一分钟 魏昌 您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手机里 老方的声音放得很低 魏昌的生物中很规律 早上七点准时吃早餐 六点五十九分的时候 老方的电话会准时拨进来 魏昌没想到这么快就七点了 他看了一眼小人鱼压低嗓音道 再去做一份鱼 做得清淡一些 要海里的鱼 老方心下狐疑 他觉得他的老板不爱吃海鲜 或者说很早的时候就吃腻了 嘱咐他以后再不要给他准备海鲜类食物 可怎么从昨晚上开始就有些不对劲呢 好 我马上去准备 南巡是被鱼香味唤醒的 他一睁眼就看到男人端着一个碗在他面前晃 那里面是鱼汤 南巡忍不住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 魏昌被他的动作逗笑了 小蝉猫 想吃的话就自己过来 说着 他将那一碗鱼汤端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还冲他挑挑眉 再不过来 我就吃了 刚说完 他便低头喝了一口 还咋巴了下嘴 真香啊 南巡连忙从浴缸里蹦出来 拖着漂亮的蓝色鱼尾 朝他慢慢蹭了过去 后来急了 就直接用蹦的 一蹦能蹦出好几米 魏昌先是一愣 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小东西 瞧把你急的 这包厢虽然很隔音 但门外两个保镖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 魏昌大笑起来 嗓门又不低 两个保镖听到了 顿时惊悚无比 是我唤听了吗 我好像听到老大在 在哈哈大笑 你没换听 我也听到了 但我感觉好惊悚啊 你听过老大笑声吗 听过呀 比如什么 这样的 屋内 南巡小用手 直接将汤里的鱼捞起来啃 但是被魏昌制止了 小东西 不能直接用手 走 来 我喂你 南巡被制止吃肉 有些不满地瞅着男人 等到男人将剔除了鱼刺的肥嫩鱼肉 喂到他嘴里时 他顿时就开心地眼冒金光 然后 他嚼完嘴里的鱼肉 立马又朝他张开了嘴 等着他继续喂下一口 小东西 瞧把你急的 你急什么呀 两个人就这样磨磨蹭蹭 吃了将近一个小时 魏昌将空餐盘推出去的时候 保镖甲透过门缝 扫到了女人的长发 惊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天啊 女人 老大的包房里居然有女人 这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包厢里的 几乎整整一个白天 魏昌都没有出过包厢门 中途老方接了他一个电话 之后便再也没有打搅过自己老板 所有邀请全都以魏爷身体不适拒绝 直到晚上七点 邮轮上的夜生活开始 众人一直偷偷关注的那间包厢门终于打开了 只是那位堵戒大佬 竟不是一个人从包厢里出来 而是推了一个轮椅 那轮椅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女人 那女人长得很美 美到让人一眼看过去便再难移开 她有一头长长的墨蓝色直发 一张小脸精致绝美的 不似凡间之物 清澈见底的眼睛 宛如夜晚深色的海洋 浩瀚而纯粹 蓝色长裙 将她的下半身包得很严实 一直拖拽到了地上 当魏老大亲自推着这个女人 出现在娱乐天堂的赌场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如果我发现谁没有订阅关注 就把你们丢到大海里去喂鱼